演員要按時吃藥喔 時間一到就會提醒長輩該吃藥了 透過照片辨識就能給出正確的藥物 才國中二年級的中國新二代郭建源 和同學利用AI概念 做出這一套 輕盈共好老人用藥支持系統 因為家中有長輩 有長期服藥的需求 因此我們設計了這個系統 來幫助長輩們 更有規律準時的吃藥 獎勵箱的門也同樣會打開 讓爺爺可以拿去裡面的獎勵卡 只要長輩準時吃藥 記錄就會上傳到手機 讓家人掌握長輩吃藥狀況 除了用藥提醒 同學們還設計了互動遊戲 只要長輩準時吃藥 就可以得到小鼓勵 增進祖孫間的感情 還設計了就醫時的問題提示單 讓長輩能夠順利看醫生 郭建源從小就是數理自由生 對於電腦軟硬體十分感興趣 總是在團隊中扮演解決問題的角色 因為我們參加全國的比賽 他只有給我們兩組電源而已 那我們必須要用到四組電源 那我們用行動電源取代的話 因為他的電流不夠的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不會動作 那過去的人他會去測 這個行動電源的電流 可能沒有辦法讓我們所做的 這個模組做動作 然後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這套作品更獲得111學年度 全國科技教育創作十座競賽 國中組銀牌獎 我們非常強調學生的動手做 這次我覺得蠻驚喜的地方 是在於我們可以做到 讓孩子的作品是將來有可能商品化的 AI是當今最具潛力的發展領域之一 在老師的帶領下 郭建源和同學們透過學生自主學習 培養系統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未來將會是台灣科技領域的生理軍 如果你要求能力會在於是台灣科技領域的 全國科技領域的精神 習慣偉國科技領域的